人人都说,情人眼里出西施,可在《人生之路》中却成了例外。 高嘉玲与巧珍恋爱的时候,自然觉得彼此什么都是好的。 即便巧珍没读过几天书,而高嘉玲是村里的学霸,无论是学识还是三观,都是在巧珍之上的。 如果不是自家二叔的突然回归,恐怕高嘉玲会一辈子窝在这个山沟沟里,跟巧珍生几个娃,简简单单地度过一生。 高嘉玲喜欢巧珍,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身上有骨劲,勇敢开朗,就好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她的心房,从刚开始对两人恋情的闪闪躲躲。 再到后来的大方公开,这些都足以证明巧珍在高嘉玲心中的分量。 可就在所有人祝福这对情侣终成眷属的时候,高嘉玲去城里上班了,跟黄亚萍成了同事,巧珍的危机感这才油然而生。 当年黄亚萍在班级里,也算是班花级别的人物,人长得漂亮不说,学习成绩还好。 关键她特别喜欢有才华的男孩子,就好比高嘉玲。 而这份爱一直被她深藏心底,直到与高嘉玲的再次会面,让她觉得自己一定要抓住机会,可不能把心上人给错过了。 但凡有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,黄亚萍都不会放过。 本来高嘉玲就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,自从工作之后,没多久便用自己的实力,征服了县里领导。 而县长也是很稀采的,但凡有任何学习的机会,都会点名让高嘉玲去。 而黄亚萍又是县里的知名播音员,父亲还是某个单位的部长。 自然跟高嘉玲一样,有任何好事都会被想着。 就是在这种巧合之下,他们一起奔西安学习了。 而这次西安之旅,高嘉玲虽说整天跟黄亚萍腻在一起,可他心里还是想着巧真的。 在逛街的时候,特意挑了一条红色的丝巾,心里想着自家女友戴上之后,到底有多好看。 然而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。 高嘉玲心中所有的幻想,都被巧真戴丝巾的方式彻底磨灭了。 以前知道巧真没文化,即便是打扮了也显得不土不洋。 这把丝巾当成红领巾去戴,着实刷新了高嘉玲的三观。 女孩子都是爱美的,尤其是心上人送的东西,他们往往会更加珍惜。 所以在戴上丝巾之后,巧真就迫不及待想要得到高嘉玲的夸赞。 可很显然,高嘉玲在看到巧真的不伦不类之后,已经忍不住咽口水了,嘴上的确在夸巧真好看,然而脸上的嫌弃表情是藏不住的。 而他们的感情似乎也因为这条丝巾走向了终点。 之前一直不明白,为何黄亚萍知道巧真是高嘉玲的女友,还要去世好,如今算是明白了,巧真的土,才是黄亚萍越界的资本。 无论是从家世,还是长相,还是女人的品位,黄亚萍这个成岭女孩,都是在巧真之上的。 所以在高嘉玲面前,黄亚萍有足够的自信让对方爱上她。 至于巧真,在黄亚萍看来,本就不适合高嘉玲,他们在一起只会毁了高嘉玲,而自己不同,有能力有文化,还有去上海的资格。 只要高嘉玲跟她恋爱了,别说改变命运了,就是上海户口,黄亚萍都有信心替她拿到,可巧真除了会生娃之外,还能带给高嘉玲什么样的帮助呢?